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听老师读一遍课题 注意读准字音 江南 你们自己也来读一读 江南中的江指的是长江 江字的左边是三点水旁 三点水旁的字一般和水有关 你们还知道哪些三点水旁的字呢 前面学习的流水的流还有游泳都是三点水旁的字 这位同学能够结合前面学习的内容 积累三点水旁的字可真会学习呀 跟老师一起再来读读课题 三 江南 江南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 诗中所描写的江南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走进课文去看一看 请看大屏幕 仔细听老师读课文 三 江南 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甜甜 鱼系连夜间 鱼系连夜东 鱼系连夜西 鱼系连夜南 鱼系连夜北 这是一首汉代的乐府诗 请你们打开书 自己试着读一遍课文 遇到不认识的字 就用拼拼音的方法学会它 如果还有困难 就用铅笔把它圈出来 开始读吧 下面再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朗读 注意听清每个字的读音 尤其是你们圈出来的字 三 江南 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甜甜 鱼系连夜间 鱼系连夜东 鱼系连夜西 鱼系连夜南 鱼系连夜北 快看 文中出现了变红的字 请你们借助拼音将它读准确 江南 江南可采莲连雨东西北 字音读得很准确 注意采是平舌音 听老师来读采 连是三拼音节 乐意安连 你们自己也来试试 汉字 汉字离开了课文 你们还能认识吗 自己先来拼一拼认字表中的字 记一安江 一声江 乐安南 二声南 可额渴 三声渴 此矮采 三声采 乐意安连 二声连 雨 二声鱼 德翁东 一声东 西一西 一声西 波矮北 三声北 字音拼读得很准确 声音也很洪亮 把这些声字送回到文中 跟着学习伙伴一起再来读一遍课文 努力把字音读正确 句子读通顺 三江南 江南 汉月府 江南 可采连 连夜 和田田 于系连夜 尖 于系 连夜 东 于系 连夜 西 于系 连夜 南 于系 连夜 北 学习 学习伙伴读得字音正确 句子通顺 下面我们到江南水乡的莲花池看一看 仔细看插图 把你们看到的都介绍给大家 我看到池塘里的莲花开了 还接出了一个个小莲碰 连夜绿绿的 一群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这两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 看 这是美丽的莲花 这里还有茂盛的莲叶 读读这两个词语 你们发现了什么 莲花 莲叶 我发现这两个词语里都有莲这个字 是啊 这个字里面还有一个新篇旁 叫草字头 带有草字头的字 大都和植物有关 那你们还知道哪些草字头的字呢 我知道前面学习的蓝草花都是草字头的字 这位同学把学过的字都记住了 真棒 我还知道白菜的菜 苹果的苹 也是草字头的字 这位同学能够在生活中积累草字头的字 这也是个识字的好方法 同学们 其实啊 与莲有关的植物还有很多 剥下莲花的种子后 它会慢慢发芽 长出莲叶开出莲花 莲花凋谢了 就会结出莲碰 包开莲碰后 就能看到小小的莲子了 听到这里 你们一定在想 江南可采莲中的莲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老师告诉你们 这里的莲指的是莲碰 采莲就是采摘莲碰 读读这个词语 采莲 这里还有一张图片 猜一猜这是哪个字 这是采字 你看它多像一只手 在采摘树上的果子呀 没错 随着汉字的不断演变 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采 那除了采莲 还可以采什么呢 采茶 采蘑菇 采蜜 这位同学能够结合生活经验来组词 真了不起 把这些生字送回到诗句中 你们还能读准确吗 在小小的传疑课中 借助停顿符号 我们读出了诗句的节奏 老师请一名同学试着读一读这两句诗 江南可采莲 莲叶和甜甜 这位同学注意了停顿 读出了节奏 下面我们接着欣赏莲花池的美景吧 快看 这茂盛的莲叶散发着清香的莲花 把谁吸引来了 是啊 它们就是活泼可爱的小鱼 读读这个字 鱼 有小鱼就有大鱼 还有更小的鱼苗呢 除了从大小方面说 我们还可以说一说鱼的种类 那你们还知道哪些种类的鱼呢 我还知道金鱼 草鱼 黄鱼 这位同学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快看 这些小鱼在连夜间游来游去 它们一会儿游到东 一会儿游到西 一会儿游到南 一会儿游到北 读读这四个字 然后说说你们的发现 东 西 南 北 我发现它们可以组成两对反义词 东和西相对 南和北相对 没错 那生活中 你们在哪儿见过这几个字呢 我在公交站牌和路牌上见过这些字 看来生活中处处有语文啊 希望同学们都能做一个细心观察生活 热爱生活的好孩子 把这些字送回到文中读一读 读的时候也要注意停顿 读出节奏 学习伙伴读得字音准确 还读出了节奏呢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不仅欣赏了莲花池的美景 还认识了许多生字朋友呢 快看 有一条小鱼在连夜间游来游去 字朋友也想和它一起玩耍 快看看谁来了 请你们大声的读出来 这些字学习伙伴都读对了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都认识了吗 那你们能用西字组词吗 听听这位学习伙伴的发言 西瓜 山西 西方 学习伙伴的词语积累可真丰富啊 西字还是我们这节课要写的字 它里面还藏着一个新笔画 叫树弯 请大家伸出小手写一写 从上到下写数 再远转向右写短横 咦 它和之前学过的树弯钩有点像 怎么区分呢 鹅的这一笔是树弯钩 是带钩的 西的这一笔是树弯 没有钩 这位同学观察的真仔细 再说一遍 变红的笔画叫树弯 这个字怎么写才正确规范呢 先来看它的结构 西是读体字 写在前字格中间 那需要注意哪些笔画呢 撇在树中线左边 树弯在树中线右边 撇低树弯高 说得对 还要注意它们的收笔不能碰到两边的笔画 请大家伸出小手来书空笔顺 横 树 横折 撇 树弯 横 对照例子来评评这位同学写的西 这个字写对了 正确三颗星 西字里面应该是撇低树弯高 它写的撇高树弯低 所以规范两颗星 书写干净整洁三颗星 快看 这是它认真修改后的字 是不是更规范了呢 看来 关注笔画的长短变化也很重要啊 我们给它加上一颗规范星 请大家打开书 找到写字表 调整好写字姿势 做到一拳一尺和一寸 把西字描两个写一个 努力做到正确 规范 整洁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走进江南水乡 欣赏了莲花池的美景 下面 让我们一起美美的读一遍课文吧 三 江南 汉月府 江南 可采莲 莲夜 河甜甜 鱼系 莲夜尖 鱼系 莲夜东 鱼系 莲夜西 鱼系 莲夜南 鱼系 莲夜北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莲夜 莲夜 散